是这样 包括我的第一部电影 包括这一部 实际上我何欣函是探讨了 这个全球化经济以后 给人带来的这种伤害 以前中国是一个注重人情关系 人与人之间非常的温暖 亲密的这么一个关系和社会 但是经济发展是好事情 但是经济发展了 人们生活品质也提高了 然后也富裕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只以经济为重心 然后忽略了人情关系 然后但是就这个变得 只把这个强化 欲望经济强化 在这样的过程中 实际上给人带来巨大的伤害 就像我的电影中 王学和就是苗伟和杨华 其实特别亲密的关系 但是就在欲望之下 整个社会之下 然后亲密关系走向绝路 其实就是反思这一问题 让人们得到警醒和反思 罗总 把咱们找不住了一个 这负穴子走了 负穴子再晚点 把咱们这儿缺手了 兄弟啊 你才是干什么 我对你还不够好 你把这儿垫了 老子就开不了业了 我觉得就是 人们能会感受到它的主题 而这个主题 包括这个电影 整个的过程是好看的 然后也是深刻的 好看且深刻的电影 同时它的主题比较有力量 这个就 我是会觉得接受的 并且接受度比较高 如果它不好看 然后比较沉闷 可能就没意思 同时好看又是有力量的 就是在这里面 我又做了很多的美学上的 历史上的尝试和融合 所以就实现了我 想要达到的效果 那天没人 咱俩在这儿来一下啊 你说来 你说来就来啊 晚上我跟你说个事 现在不说 实际上恐龙这个元素 就是和我鱼 废鱼开头那个鱼的元素 恐龙的元素 然后生孩子 胎儿的元素 然后这些元素 都是关于生命的 包括苗尾 妻子怀用 都是关于生命的部分 就是 恐龙也是一个消亡 但生命力非常强的 然后 但是杨华最终钻在恐龙里 感觉恐龙都活了起来 就是我们这个 癫狂的世界 就是把人物 癫狂的世界 然后生命的强大和弱小 就在这里边缠绕的 缠绕的主题 比如它开头的鱼 生命很强大 它胎儿生命也很强大 生了好几个孩子 包括有一段视频上 就是都和我的主题缠绕在一起 而那个场景 曾经几一年前也是有恐龙的 我们拍摄里 乌海那个场景 也是有恐龙的 所以我把它放在了一起 就是也是为了形成我的电影语言 好美学